这个呢,你有没有看过鬼? 看到啊? 这个就是做真正的 叫什么? 临床试验的 很多人不是说吗? 阴年、阴月、阴日、阴时会看到鬼咯? 在YouTube啊,在一些节目啊 台湾节目啊,香港节目啊,不是说咯? 然后问那个人 那个人说,是啊,是啊 现在不是有一个真的 真人来的,你去按他一下 金郎来,对吧? 金郎 没有,不可以这样说的 懂吗? 只是说这种八字比较敏感 会比较敏感 所以大家如果碰到鬼 碰到鬼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真正的能看到 能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是不能穿鞋的时候 你一定是没有穿鞋子 你的地气 你的脚的地气 跟这个的地气是一样的 那是会看到 脱鞋子 脚踩着地 这样看到是真的 穿鞋子 脚踩 看到的 那你要配一副眼镜来戴 那是 穿着鞋子的是感觉到 不可能看到 是感觉 有东西 感觉 所以在家里面 每次都看到鬼 是正常的 你不想看到呢 你就穿鞋啦 穿那种棉鞋 那就不会看到了 但是会感觉到 知道吗? 所以地气不要相同 所以为什么 我常常告诉我的徒弟 告诉我的顾客 不要去坟场 脱鞋子 去坟场脱鞋子 你的地气 直接踩到 那个最阴的部位 最阴的地方 会招来很多麻烦的 千万不要脱鞋子 知道吗? 那么去骨灰的地方 也是一样的 骨灰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要请地神的话呢 那最好要脱鞋咯 请地神 请地神我们脚啊 脚趾的后面啊 这个啊 这个地方捶一下 捶一下 捶地上一下 这样捶一下 那就是我们人间的 咚 但是你捶你要有原因啊 你不要 没有事情 没有事 Testing一下 看你在不在啊 angry啊 地神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有一点点微风 一点点微风 微风 这样子 微风 不会 那是暴风 那是暴风 好 你要问的问题是健康和财运 好 多注意 你是第三号 刚才你的孩子是第二号 二号 你是一号 二号 你是三号 记住 为什么呢? 你要记住你的号码 要记住你自己的号码 一定要使记哦 等一下 如果你想要我给你建议的话 你就告诉我的助理 我就开药方给你 你就去拿来吃 要顿 好 这个是 三号的 好 健康 健康财运 多注意 这十年的火气 你会回起啊 看是看不出啦 但是 火气越来越重 那隔壁那个 注意一下 太过的话 你就打995啊 还要注意你的血管 注意你的血管 看样子是很健康啦 你的样子是OK啦 很健康 与头晕症状 有时候不是头很晕 是有一点晕 有一点那种晕 你要注意一下 或者有时候躺下来的时候呢 转啦 要注意一下 要特别注意2019年的运势与健康 2019 所以2018你不用注意啦 19你要注意一下 请看图片 要看图片 等一下我给你看 这几年的财运怎么样 这几年的财运呢 很好 很顺 财运 你是要做马票的啊 要做马票的啊 还是 只是要问财运 财运和偏财不一样哦 他说他想要做马票 你每个星期都有买啊 不一定啦 不一定 所以你要sign on吗 要sign on买 除非是家中 就是你的财运很顺哦 这几年啦 这几年啦 这几年 会很顺 除非是家中财 财位啊 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问题 在这段时间 还是要多注意健康 我看比较好 所以你告诉我 他的财位放了什么 他也没有到财位 所以啊 你看 就不太顺是吗 很简单 只要你在你的西北方 放一些轻轻的东西 西北 西北方 我不是有跟你们说过吗 台湾 他们的节目 他写 在西北方 要放一个好字 叫西北后 西北好啊 是吗 那你就放一个好字了 你应该放 吴鲁 西北吴鲁 西北 西北有钱啦 西北吴鲁 但是你要在2019年 要注意你的运势啦 2019年要特别注意 其余的是不用啦 为什么知道吗 2019年是 翻太岁的时候 但是你是在秋分后三天 才翻太岁 秋天后三天 对 好 这个就是给你的建议 赶快给他拍下来啊 而不是建议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然后呢 你自己的 这个图片显示你的健康 就是在这个部位 要注意一下 对 他的脸 看不出很多问题啊 好像很健康 好像很健康 好 所以 要要注意 老人要扯大事啊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 每次要拿一把刀出来 插两刀 OK了 OK 好 这个是你们一直在问的 在朋友圈 在Facebook 看到了这个 然后一直问 这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一直问什么来的 这个呢 是我们的 每逢我们星期五 星期六和星期天 六点到六点四十五分 我有做共修 共修就是 我每次在这段时候 就有念经 就有共修 也希望 有缘参加的人来参加 但是我们不欢迎多 这个怎么说 都不是一个 搞到 排队 好像以前 Vaya Leva这样 吓死人 摆到那个人 我们叫他跪 都不可以 一跪全部都倒 两三百人吓人 所以我们不想 再弄到这样子 所以第一呢 这个是一个 一个共修的 共修的 法会来的 共修的 所以第一 格主呢 有优先 格主 格主是谁呢 格主就是 我们看到那个 有请那个 那个 保身佛的 一合一合的 那个叫做格主 那么格主 可以带朋友来 可以带 那 不是格主的人呢 要等 等格主 没有来 那你想要来 我们才会帮你 排进来 因为格主有优先 格主 那只限十位 每一次只限十位 最多十二位 里面是做些什么 里面呢 拜五的时候 是属于是 我们是会直接的 念经 接手印 有时候要一个小时 所以你要耐一个小时 不耐的 千万不要来 等一下你们 我很怕 听讲座不用紧 我很怕你们 念到一半 空了 我还要去 哈喽 哈喽 是用教导的方式 会教导 就是教你们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会请诸天神佛下来 一定会请诸天神佛下来的 所以在这一天 就是让你呢 智慧增长的时候 消除我们的 很多人 有钱 他们可以买什么 什么东西来带 对不对 有些人没钱 那怎么办 没钱就要倒霉吗 不用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互相的加持 让你的运气达到很好 多少钱 不收钱的 你给我钱的话 我打你 不过你硬硬给 我就收了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不可以 千万记住啊 不可以给 那么 只限报名的人 也就是没有报名的人 慕名而来 我们不接受 不要让我们难做 我们一定要有system KX must have a system cannot every time 半战半战 please啦 come啦 please啦 ok啦 go in啦 不可以这样 一定要有报名 所以我们从 11月3号 4号 5号开始 因为只能用NAS一个 但是这个时间啊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6点到 6点45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有些人6点啊 我要 借孩子下学 什么下课 下 下 下 放学 我刚刚下班 可以不可以迟一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这个时间要有福报啊 好 好 所以要的朋友呢 就报名 然后我们会一直这样子 每个拜五 拜六礼拜 拜五 拜六礼拜 记住 拜五呢 是比较专业的 拜五呢 我们没有教 拜六礼拜 我们有教 因为拜五 是属于五佛日 五佛日 我们没有教的 你会就是会了 你不会就是不会了 所以建议你们拜六礼拜来 拜六礼拜来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吗 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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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节 重阳节 重阳节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节 所以刚才如果还没有进去里面拜的 等一下可以进去 等一下你们一定是要等的嘛 对不对 要等的朋友呢 也可以进去里面 至少 至少听完一段 至少听完一段 开始当然就是 O Mami Pemi Hong的 总经 总词 然后就念六字大明咒 知道吗 O Mami Pemi Hong 有没有听过 O Mami Pemi Hong都没有听过啊 哇厉害了 那是很厉害的 O Mami Pemi Hong没有听过 那么六字大明咒 也没有听过啦 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听过 也很陌生啊 那今天我能遇到你是我的福气啦 你们有没有听过 你们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没有 Free thinker Try not to be free thinker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那个死亡的境界 还不知道 我们在此说话 不打妄语 我亲眼看到那些往生的人 不是叫往生 叫死后的世界 他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 很可怜 随风飘 很可怜 人要死的时候 会听到很多很多的怪音 所以如果你们有朋友 有爸爸妈妈生病 老人家生病 多跟他在一起 多安慰他 不要让他一个人 老人家永远就是那句话 不用急 去啦 你去做工啦 爸爸没有事啦 阿公没有事啦 或者是没有事啦 你回去啦 你去做工 每次都是这样 去去去 没有空不要来 其实他晚上的时候呢 是很寂寞的 晚上的时候 半夜睡醒 眼睛张开 十个有 十一个是这样的 眼睛张开 看